欢迎订阅170,我是你们的热狗 不知道小伙伴们在去海边玩的时候有没有坐过快艇 就是一个专业快艇驾驶员开着快艇 然后游客穿着救生衣坐在后面 因为一般快艇速度都很快 所以还会有许多小伙伴们选择在快艇后面绑上一块冲浪板 站在上面冲浪 不过往常这类活动都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 但最近美国推出了一款无人驾驶快艇 一个人也可以玩的那种 这款由美国一个团队研制的新型无人驾驶快艇 名叫SOLO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是一个可以单手操作的快艇了 就是为了让小伙伴们以后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去滑水 SOLO全程8英纸约2.4米 外观和普通的快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快艇上也有座位和服感 不过小伙伴肯定要问了 一个人的话要怎么用控制前行方向用滑水呢 SOLO快艇配备了一个小型的控制面板 上面有开始停止键和防卫键 还有喇叭还有速度调控 而且控制面板因为是非巧巧 小伙伴们在滑水手心里绳索的同时 也可以把这个控制机绑在绳索上同时操控 这样就可以一个人开心滑水了 其实早在几年前 英国就曾推出过军用无人驾驶潜艇 Mars的无人驾驶快艇 不过Mars的日常工作可不是用来休闲的 而是用来执行侦查和监视任务的 因为他拥有一套特殊的避障算法 可以在水域里自由穿梭 也符合国际海域避碰规则 小编认为SOLO快艇的出现 可以为那些喜欢滑水的小伙伴们带来一定辩解 毕竟可以省去前期约朋友 但又一直约不到的尴尬了 不过在滑水的同时还要操作方向 这也算一新二用了 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欢迎走进去令好吃好玩有趣都逼东西 我们是你彤彤的微占者杀 快上车